Hello 大家好 我是Margaret 中禮奇 今天教你一些很簡單的動作 適合初學者做的 在家裡可以自己做 最重要是有瑜伽脊 如果沒有瑜伽脊 你找一些比較黏性的 可以拙住手腳就可以了 我們開始是 兒童式姿勢 分開膝蓋 大約是脊的幅度 如果沒有脊 大概是1.5-2尺的幅度 然後在額頭中間放在地上 雙手伸前 在這裡慢慢吸氣和呼氣 如果你發覺你是一個僅人 例如壓頭放在地上 你可以放一塊磚 或是兩個拳頭放在地上 然後壓頭放鬆 如果你想伸展多一點 可以在這裡轉向下狗式 Dowward Facing Dog 雙手分開 手指散開 然後慢慢膝蓋向T 如果你比較偏向緊的同學 就拖腰是彎的 拖腰是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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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能碰到的 也不要緊的 拖腰是5-10個呼吸 接著轉移動的動作 就是Low Pressive Lunge 拖腰是彎的 拖腰是彎的 放在地上 然後雙手放在膝蓋上 休息 有些主要方法 就是 拖腰是彎的 腳眼 後面的腳背放在地上 所以拖腿的中間 留著 如果你想轉向下狗式 你簡單就是這樣轉腳 不過如果你想活力一點 你就可以 押腰是彎的 然後 另外一隻腳踏前 放好雙腳後,雙手放在膝蓋上 慢慢坐下 第二部分 可能有些女士們或男士們覺得 如何減少肚子的位置 或是想收緊胸部的力量 就可以做Boppos Navasana 坐在這裡,挺直腰 很多同學,我看到她一坐下 可能是這樣的 寒背 寒起膝蓋,抱著 挺直腰 最重要是直腰 第一步驟,握住膝蓋後 抬喉45度 腳有力,腳趾也很開心 抬喉,腳踩離開地面 記得休息 如果更加上一層樓 膝蓋,腳合起來 雙手伸直 抱住 如果你覺得累,可以握住膝蓋 抱住 但如果你想要更多 把膝蓋 然後慢慢躺下 抱住 然後躺下 休息 再休息 做完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之後 做一下Boppos 其實已經完成了整個 靈體系列 記得 不要夾眼 開心一點 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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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